叶瑶光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是金山书院所画的手 他正想嘲笑萧世锐一句 却也漠然间见到了那只手真的会动 当即目光一领 指尖凝聚五行之气 在他的眼前虚空一幅 然后他看到了画中的手成了白骨 画中腰 虽然秦通生的话立一身远 可画赛以画迹为准 本关语 慢着 叶瑶光漠然站起身 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一幅画 然后一个纵身飞跃到赛台之上 叶瑶瑶你这是作何 许元皱眉 叶瑶光一把将两个学子抓住 同时扔下了赛台 这时候维持秩序的护院也同时冲了过来 叶瑶光浑身五行之气涌动 这些人根本靠近不了他 他只见五行之气飞出 手腕一转 尽数将五行之气注入画中 很快 那一幅画就在所有人的眼中开始扭曲 里面似乎有什么活物在挣扎 这一幕吓坏了所有人在场之人 需要原画 五行之气一波波的读入画卷之中 却有一种石沉大海的感觉 叶瑶光顿时惊觉 画中的腰绝对非比寻常 若是将之引出来 只怕在场不少无辜者都要受到牵连 而若是他进入画卷之中 则是一场冒险 那是属于他的地盘 最后叶瑶光只能双手一转 身后的五行之气爆发而出 迅速地给了画中之腰一击 在画中腰快速地躲闪时 撤回了自己的双手 蕴含着五行之气的指尖 隔空定在卷轴之上 手腕一拉 迅速地将画卷给裹起来 然后封了三道阵妖符 在画卷之上 一手抓住画卷 叶瑶光一跃到金山书院的学子面前 这幅画原合会有画中腰 我我我我 我不知 那学子下的脸色苍白 慌乱地摇着头 叶瑶光目光一冷 你最好如实交代 这画中腰定然是被你们解开了封印 才会带到此画之中 若是不寻到原本封印他的画轴 我也未必能够将之降服 届时 他第一个要吸得 就是你的金元 为了显示出比赛的公平公正 所有的画剧 全都是书院准备 包括画纸 所以这画中腰绝对不会是原本就在空白的画轴之中 只能是被这个人用了媒介带出来 然后在作画之中 将之引入了画中 每一次文赛大笔 最后夺冠的作品 都会快马加鞭 送到陛下的面前 给陛下过目 有着画轴的保护 他很可能真的 冲破重重关卡 若是他用妖术捕获了陛下 将之日复一日悬挂在自己的寝宫 这家伙就可以借着龙器修炼 最可怕的还可能影响国运 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学子恐惧不已 却依然摇头 叶瑶光看着他 发现他真的不像是在说谎 不由看向许元 来人将古同生勘压起来 许元自然也想到了这一层 他想得到没有叶瑶光那么深远 只知道 这妖物肯定会送到陛下的面前 若是到时候谋刺陛下 那么他的罪过 乃至整个金山书院都是罪责难逃 学政大人 还请学政大人 让陈谦氏大人 将那叶瑶这位学子一道的两位学子抓起来 这位学子 就是当天叶瑶和另外两位学子 被叶瑶光追到学舍的三人 温婷战听了他们的话 顿时心思百转 陈松 许元对那天叶瑶的事情也是有所耳闻 但具体并没有太过于关心 他每日要忙的事情太多 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情 若是他重视的去询问 反而会让所有学员寒蝉若静 大人 下官这就带人去 陈松自然认得那两人 毕竟他盘问过 带着人在金山书院的休息区扫了一眼 其中一个也在 而另外一个却不在 他当即去询问了金山书院的山长夫子 才从和那人一个学舍的童生口中得知 他今日身子不适 故而没有来观赛 于是陈松就带着两个侍卫 去了金山书院的学舍区抓人 学员很快就安排疏散学员 化赛的魁首并没有定下来 而是查明原委之后在座定夺 学政大人 不知长颜道长可还在 叶瑶光其实知道 长颜道长只怕昨日就已经离去 但是心里还是抱着一点期望 长颜道长昨日一早便已经死点 学员说完就问道 是否这妖面法力高强 学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将之诛灭 叶瑶光错眉 若是可以提早寻到原来将之封印的画卷 学生的把握将会更大 这个妖物也许是某一位高人 将之封印在一幅画之中 也许是那一幅画在某个时机得到了机缘 吸纳了灵气 从而形成了妖 许是某一位举世名画家的大作 这世间不凡之人和物将士 总会携带灵气 灵气经久而不散 就会赋予无生命体以生命力 目前还不能确定 是哪一种形成了这画中之妖 但无论是哪一种 不管是他曾被封印的 还是将他创造的 原来那一幅画卷 才是他最大的可行 大人 许元正要说话 陈千世已经回来 低声在许元的耳边说了两句话 叶瑶光和温婷战脸色大变 那学员已经在学舍内服毒自杀 并且他们赶到的时候 学舍有火盆 似乎有一幅画被烧毁 只剩下两个卷轴 大人 学生去看一看 温婷战匆匆禀告一声 就和叶瑶光一道 跑向了金山书院的学舍 金山书院学舍 已经被很多官兵所包围 叶瑶光和温婷战到的时候 武座也恰好赶来 温婷战进入屋子里 仔细地看着每一个角落 并且蹲下身 将画轴 还有一片未烧完的画纸给取出来 翻来覆去地仔细看 很快许元和金山书院的山长也赶来 武座这时候 已经检查好了师身 起身对许元道 大人 此子的确是服毒自尽 叶瑶光看向温婷战 温婷战也点了点头 这个人的的确却是服毒自杀 他在现场并没有看到任何他杀的痕迹 若是武座没有查错死因 他就只能是自杀 但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线索 温婷战的目光沉明 叶瑶光带走了比赛那一幅蕴含着妖物的画卷 和温婷战回了他们的学舍 整个书院的人都在等他们 但是看着叶瑶光手中的画卷 都不敢靠太近 山长 此事事关重大 数学生不能透露 温婷战对河山长道 河山长了然地点了点头 然后就将学子们都遣散 叶瑶光和温婷战 带着肖诗瑞等人 移到去了肖诗瑞的学舍 温婷战一进屋子 就去了书房 他们都在院子外面 小说 这妖怪怎么办 肖诗瑞颇为忌惮地 看着被三道符纸封住的画轴 可不可以将之烧毁 这并非妖物的原画 也并不是它的躯体 将画烧毁 只会将它给放出来 叶瑶光摇头否决 我在赛场上已经感应到 这妖物的修为定然在我之上 一旦将之放出来 它极有可能会附体书院的学子身上 届时我便会被动 若是杀了人 与我而言就得遭到天法 入化珠妖 这只妖物对付起来 是非常的艰难 现在暂时可以将之封印 但是 这并不是妖物的原体 很长时间 既然它已经暴露 并且无法再被送到皇宫 为了不给叶瑶光更多的时间 将它送到高人手中 它会用最快的办法 冲破叶瑶光的镇妖符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萧世锐连忙问道 找到原画 叶瑶光诞生道 听闻已经被烧毁 闻由还是有自己的消息渠道 不 绝对没有被烧毁 叶瑶光摇头 原画便相当于此妖的身躯 若是身躯被毁 此妖即便不会因此而亡 却也会元气大伤 可他现在还在冲击我的镇妖符 证明被死了的学子 烧毁的并不是原话 师父 师父 是不是有妖怪 妖怪在哪里 土儿来保护你 就在这时 前阳风一般地刮了进来 几步冲到叶瑶光的面前 师父还需要你保护 叶瑶光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莫迪又伸手 抓住他的衣领 你表兄呢 把你表兄叫来 和我们三人之力 要诛灭这只妖怪 倒也不难 表哥今早就走了 前阳呆呆地说道 你可有办法将他急叫回来 叶瑶光想着 以前阳这样的性格 一天人未必放心 总要给他留点底牌什么的 师父 你好聪明啊 前阳一脸崇拜 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一颗珠子 将珠子往天空一抛 在众人无比期待的目光下 以为会是什么讯号 如同烟花一般展开 结果那珠子又落了下来 众人 我忘了 前阳低着头 已经不敢去看师父黑沉沉的脸 他忘了这个东西 要怎么用 叶瑶光伸手扶鹅 然后一把 从前阳的手中 抢过那颗珠子 放在掌心 感受到 珠子有五行之气在萦绕 他将珠子摊平在掌心 五行之气在掌心一绕 就见那珠子一破 一束金色的光芒冲天起 隐没在天际 师父 师父 你真是太聪明了 前阳越来越崇拜叶瑶光 叶瑶光瞥了他一眼 你表兄什么时候可以赶到 呃 不知道 前阳眨了眨眼睛 叶瑶光觉得自己肯定是傻了 竟然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个家伙的身上 为今之计 也只有等 这个时候 温婷战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你去做什么了 温婷战进书房时间挺长的 叶瑶光忍不住好奇 瑶瑶 我问你 原话是否有可能并没有出现在书院 温婷战没有先回答叶瑶光的话 反而问道 绝无可能 叶瑶光摇头 画中妖 只有在脱离原话的时候才会流出妖气 那日 我们三人所看到的妖气 绝对是这只妖物 初初脱离原话 而我们三人去得太快 他又缩回原话之中 才会让我们无法寻找到 其后 他定然没有再脱离原话 否则我三人不会感觉不到妖气 应当是在比赛前 借助什么法宝 短暂地掩饰住了妖气 由古同生携带到了赛场 嗯嗯嗯 师父说的有道理 前阳表示非常赞同 绝对不是因为 叶瑶光是他师父的缘故 而是站在一个对各类妖物习性了解的修炼者角度 认同叶瑶光的说法 完全正确 既然如此 那我一定会将原话 尽快给你寻来 温廷站自信一笑 你有什么办法 叶瑶光顿时心里有了希望 可想了一想现在的局面 似乎所有的线索 随着金山书院那位将原话带出来的学子 服毒自杀就断了 方才在赛场上 在你去捉妖之时 金山书院有人离开 是一个侍卫 温廷站的记忆力非常的强悍 每个地方站了多少人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那人走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却非常的突兀 所有人都在慌乱之中 并没有注意到 但却逃不过他的眼睛 难怪 叶瑶光恍然大悟 难怪金山书院的那位学子 会那么快就知道事情败露 并且快速地服毒自杀 还做出一副原话被烧毁的模样 原来是有人趁乱 去通风报信了 原话会不会已经被他们送走 叶瑶光担忧 毕竟他们错过了最佳时间 这一点 小叔别担心 肖世锐道 若是那人是做侍卫打扮的人 就绝非轻易能够离开的了 为何 叶瑶光不懂 随后肖世锐和温婷战 才向叶瑶光解释了一下 原来军队编制是非常的严格 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这些侍卫都是从中州都私府出来 为了防止各地暗哨潜入 每个地区训练侍卫 都有自己的一套 打手势绝对不会少 每到轮班换班巡逻换位置的时候 领头的将领就不会说话 而是打手势 所以不论是将领还是侍卫都不可能作假 方才已经换过一轮 肖世锐补充一句 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什么异样 证明这个人没有漏线 那么这个人就绝对不会是临时混入侍卫 而是一早就是别人安排在侍卫中的棋子 想到这里 肖世锐的目光变得阴冷 说不定 这人还想成为护送化卷入帝京的护卫呢 若是化中夭没有被叶瑶光所识破 再有这个内鬼 只怕净现到皇上的面前的可能性就更加大 所以 这个人才比较容易查出来 温庭站玩耳一笑 露出两个深深的名人酒窝 只要查一查核心的人员是否有异动 很快就能够将内鬼给抓出来 有温庭站的介入 叶瑶光的心里就踏实了一半 他相信 温庭站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一定能够将原话寻到 温庭站的速度 也的确很快 吃了晚膳 他似乎就接到了消息 而亲自去追原话 叶瑶光 因为要时刻地看守 封印画中央的画卷 就没有一道去 温庭站走了 不到半个时辰 天才刚刚完全黑下来 叶瑶光就感觉到了画卷的不受控制 无数的幽绿色妖气 从画卷之中飘逸出来 将叶瑶光三道符纸给燃烧起来 金子 你去门外守着 不要让任何人闯进来 秦阳在外面替我护法 叶瑶光吩咐了一声 就在画卷展开之时 画作一道流光进入了画中 母子联手 雪一般纯白的世界 空茫茫一片无一物 叶瑶光的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的小心 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 完全是画中央的妖力所撑开出来 否则指卷是绝对没有任何空间可言 她也就无法进入其内 所以可以说 她现在进入了画中央的领地 四周明明什么都看不见 可却有一种 整个天地都在旋转的错觉 让人莫名的晕眩 叶瑶光努力保持着灵台的清醒 指尖凝气 快速地变换了一个守绝 五行之气在指尖一圈圈地荡开 凝成一个银色的光圈 被叶瑶光定在地面之下 她一脚踏入光圈之中 画卷之中的世界便静止了下来 金丹五行修炼者 可真是难得一见的宝贝 突然一个古怪 有些不男不女的声音飘出来 叶瑶光冷笑 想吃我 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哥哥哥哥哥 那奇怪的声音发出一串长笑 书弟 叶瑶光面前的画面一变 一双双幽绿幽绿的三角眼睛 在空白的画面之中密密麻麻的出现 让人误以为 掉入了潜伏着狼群的丛林 绿幽幽的眼睛 还在一双双的不断地叠加 偏偏还越来越往后 视觉上造成了一种层次感的冲击 若是性子急躁的人 光是看着就足够让其心烦意乱 然而叶瑶光看着 却一点反应都没有 他并不是一个冷静沉着的人 但他对付这些东西的经验 实在是太过于丰富 虽然前世 他也不过是现在的修为 可前世五行之气零度匮乏 修炼者难以修行 妖鬼之物同样修炼艰难 遇到的妖物数十以计 却没有一个修为 真正有多高 与现在 这只画中妖七瓶的妖物放到前世 那已经可以蜂王 故而 这点小把戏 他完全不放在眼里 显然画中妖也没有打算 这点小把戏 就让叶瑶光自乱阵脚 很快那一双双眼睛 就开始围绕着叶瑶光一圈圈的转动 转动的速度由慢到快 之后几乎闪成了一片 有一种夜间开着车 霓虹灯闪烁成一片 似乎要穿越时空的错觉 叶瑶光顿觉眼花缭乱 无数的光点在眼前 练成了一线快速的闪动 让他的大脑 都只剩下那些画面 有一种蛊惑人心的奇异之效 叶瑶光迅速地闭上眼睛 将大脑之中那些光点 全部甩出去 五行之气在身体里游走一圈 让自己保持住清醒 这时候 耳边却传来无数的声音 哥哥哥哥哥 我在你后面后面后面 哥哥哥哥哥 我在你前面前面前面 仿佛同时有一千张嘴开口说话 同样的声音 整个世界无处不充斥着 这种令人抓狂的声音 让叶瑶光的耳膜 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刚刚把大脑之中的画面甩去 现在整个脑海 都是这脑人的声音 叶瑶光顿时明白了 这家伙的企图 是非逼得他封闭六十 任由他宰割 然而 现状逼得叶瑶光 明明知晓对方的计谋 却又不得不按照 对方预料的方向去做 他当即盘息而坐 封闭了他的六十 罗盘从他的怀里飞出 悬浮在他的头顶 随着他双手五行之气的催动 罗盘快速地旋转 一圈圈金黄色的光运 从罗盘的下方荡出 由叶瑶光的头顶一路而下 与将他圈起来 地面上的银白色光相接 这个时候 那一双双绿悠悠的眼睛 旋转的速度开始减缓 漠然间 两点绿光从众多绿光之中飞机而出 快如利剑 灵力如同拳风 刚猛地朝着叶瑶光撞过去 却撞在了将叶瑶光包裹起来的光瓶之上 光瓶被撞 金银两色交织的光芒 荡开一圈涟漪 那两点绿光 旋即被吞没 叶瑶光依然沉着 完全没有一点点反应 仿若陷入了沉眠 事实上 他并没有沉眠 他的确封闭了六时 对画中发生的一切都看不到听不到 甚至感觉不到 可他身上还有天灵 天灵之中又有叶开阳 叶开阳乃是鬼魂 并不会受画中央的干扰 而画中 虽然世界是白茫茫一片 却没有日光 叶开阳并不是画中央的对手 所以 天灵在叶瑶光的袖口 只露出了一个刀尖 但足够叶开阳将外面的一切 通过神识转述给叶瑶光 虽然叶开阳是时时刻刻 跟在叶瑶光的身边 但是晚间的时候 都是温庭湛在做着先生教导 培训叶开阳 尤其是经过上一次 在河中叶开阳 替叶瑶光挡下那一击之后 温庭湛越发用心地培养他 不管是为了日后 他重生为人更方便 还是为了以防那一天 他能够在千军一发之际 相助叶瑶光 亦或是出于私心的喜爱 温庭湛都是不由于力的 对叶开阳的栽培 完全不输于对肖世锐 更坚之有 当初在龙虎山对付石怪的经验 叶开阳看得非常的仔细 当那一双双的绿光 不断地冲击叶瑶光的护身屏障 眼看着光屏 已经有金银二色电光在交织 很快就可能被冲破之际 叶开阳终于锁定了一个方向 娘亲 离弓对位 叶瑶光迅速地有了一个坐标 他并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通过他与罗盘之间的默契 感受着罗盘还能够为他支撑多久 画中腰既然隐藏着 就自然时刻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只有在他冲破他的防御那一瞬间 画中腰还会因为喜悦而转移注意力 这将会是他唯一能够将他的原型打出来的机会 所以不能轻举妄动 笼罩着叶瑶光的光屏 已经开始发出嘘嘘嘘不堪负重的声音 虽然叶瑶光听不见 却能够感受到罗盘开始晃动 而这时恰好十几双绿色光点一起直冲向叶瑶光 就是这一刻 叶瑶光左手手腕一转 运足了五行之气的手一挥 身子快速地一侧 向着叶开阳说出的位置 一接而去 同一时间他一个纵身而起 一把抓住罗盘 身子在半空之中一旋 包裹在周身的五行之气 层层荡开 将撞上来的绿光全部绞碎 叶瑶光默然睁开眼睛 就见到一抹影子被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众人合力 叶瑶光看着画中腰浑身腰气萦绕 一个人形很快就出现 是一个拥有两个头的人 难怪他的声音那么奇怪 可男可女 两个脑袋一男一女 叶瑶光不由诧异 这绝对不是妖物被封印在了画中 这东西应该是一个画师所创造出来 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缘故 竟然让他成了妖物 倒是小瞧了你 画中妖目光阴致地盯着叶瑶光 到底是何人将你送到书院 这妖物不是被封印进来 是在画中成妖 所以他不可知道 画赛的夺魁画会送到皇宫 定然是有心人不小心将他放出来 并且 这个人就算不能将之降服 也能够与他旗鼓相当 否则他们没有坐下来商谈的可能 叶瑶光对这背后的人格外的忌惮 哥哥哥哥 画中妖一个脑袋笑起来 一个脑袋却说道 还是一个聪明的五行修炼者 念你尚未殃及无辜 只要你说出来 我可以饶你一命 这家伙应该是被发现没有多久 就被送到了书院 倒霉的是 第一天开了风 就把他们三个给吸引过去 而后就憋在了画中 直到比赛的时候 才由他背后的人用了什么东西 遮掩他的妖气带到了赛场 所以他现在还没有开婚 哥哥哥哥 人类的修炼者 个个都是如此猖狂 就连一个小小的金丹中妻 也是目下无尘 那就让我们兄妹领教一番 话音一落 两人竟然一分为二 一左一右的朝着叶瑶光攻击而来 叶瑶光身影闪动 便与他们纠缠到了一处 而这个时候 外面的温婷战已经寻到了原话 将之带了回来 他带着萧世锐 两人正要进门的时候 吸取上一次的教训 金子非常刻劲直手地挡在门外 不准二人进去 金子 你在做什么 萧世锐纳闷 温婷战目光一凝 瑶瑶在何妖物斗法 我我 金子点头 让我进去 温婷战上前一步 金子挡住他 摇着脑袋 我我 我寻到了原话 能够帮助瑶瑶 你难道要做事瑶瑶受伤 原本还想阻拦的金子 感应到画中叶瑶瑶光 被击中一掌 顿时胳膊一缩 就趁着这个空档 温婷战一把扶开了金子 就闯入了房间 前阳盘膝坐在卷起的画轴前 双目死死地盯着 就连温婷战和萧世锐闯了进来 他都没有动一动 小说呢 见到这样的情形 温婷战有了不好的预感 师傅在画中 前阳依然死死地盯着画卷 温婷战伸手想要去展开画卷 可惜任由他怎么费力 也休想撼动画卷一丝一吼 而同一时间 叶瑶光在画中一掌 将画中腰的一半击中 画中腰的另外一半 也一掌打在他的后背上 他当时就唇角一血 而受了伤的画中腰 二者一结合 竟然分化了伤 两者再分开 却根本没有多严重的伤 金子开始变得很暴躁 对着温婷战一阵比划 我我 画卷微微一颤 温婷战的心头也是一颤 他看向金子 小叔受伤了 我我 金子点头 能不能把原画送进去 温婷战冷声问前阳 前阳摇头 师父在和妖怪斗法 如今画卷被他们二者的法力所封 除非有一方重伤或命运 否则画卷无法打开 就算是修为极高者 强行打开画卷 也会伤及画中的师父和妖怪 闻言 温婷战浑身冷气散开 可有其他办法可以帮助小叔 肖世锐连忙问道 有有有 这会儿 前阳的脑子也比较灵活 把画还原 我就可以施法 将妖怪拖回来 已经看过原画的温婷战 自然明白 前阳把画还原的意思 这画中缺了一个空白处 那空白的地方 正是那逃走的妖物 温婷战当即一个转身 朝着外面狂奔去 肖世锐大概知晓 温婷战要去什么地方 于是也跟着 他们直接去了书院的禁闭室 禁闭室原本是书院建立出来 处罚犯了大错的学员或者夫子 这会儿 月入书院的禁闭室 关押着古九和胡明胜 他们两一个是白日参赛者 战带着人将原画追回 并且抓出了侍卫之中的内鬼 事情已经传遍了 所以 看守二人的侍卫 看了温婷战完全没有阻拦 也没有问他 要陈谦师的手信 原本被关在紧闭内的古九和胡明胜 看到温婷战风一般吹来 当即站起了身 他们在经历过白日的恐慌之后 现在已经冷静了下来 古九问道 温同生 请你相信我 我居然不知 事情怎么变成这番局面 温婷战没有说话 而是将原画展开在二人的面前 这幅画 你们二人可有看到过 两人看的画上缺少了一部分 都是瞳孔一缩 胡明胜本能地摇头否认 古九却很坦荡 温同生 这画在下见过一回 上面的空白处 你可记得画的是什么 温婷战连忙问道 古九沉默了 他在仔细地回想 作为一个绘画天赋超越常人的人 他对绘画的记忆力非常的强悍 想了好一会儿 他才有些犹豫到 不瞒温同生 这画我只看过不到一炷香的时辰 当日 我们正好在我的学舍钻研这幅被林同生带来的话 很快叶同生三人便冲了进来 只言我们学舍有妖气 而后林同生又将此画带走 此后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此画 胡明胜对上温婷战的目光 点头如算道 若我要你将之还原 你有几分把握 温婷战又问 古九一愣 古同生 人命观天 虽则你是被人利用 可此事你居然干系重大 小书献如今在你今月所会之画中 与妖物斗法 却处于下风 为今之计 我们只有将此画还原 让钱同生做法 将妖物封印回来 否则一旦小书 感觉到温婷战气息越来越冷 萧氏锐顿了顿道 我们也无法幸免于难 齐心相助 古九的脸色一变 他很想萧氏锐是在对他说笑 可是他心里却明白 萧氏锐绝对没有说笑 他深吸一口气 你们为我准备话剧 我尽我所能 其实因为当日夜遥光等人来得太快 而这一幅画画公佑 每一处都精妙无比 古九只整体看了一遍 就开始细细地研究细节 根本没有来得及看到空白处 就被夜遥光三人打断 他心里也没有多大的把握 可是到如今 除了拼尽全力一事 还能如何 这事儿 居然是他责任最大 若是牵连了书院其他学子 他有何颜面苟活于世 这件事很快就惊动了许元等人 温婷站来寻古九之前 就让秦敦准备好了话剧 秦敦只比他们慢了一步 就在禁闭式的十案子上 秦敦将话剧一一备好 站在一侧 打算给古九做助手 古九闭上眼睛回响了好一会儿 才下笔 这个时候 许元恰好赶来 萧世锐上前 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许元也是忧心忡忡 为了以防有人趁乱 对古九不利 他直接不走了 带着护卫他的人等在禁闭式 有许元和陈谦士在这里坐镇 温婷站也就放心了不少 宋山长 学生有个不情之情 温婷站对着月入书院山长行礼 温通生有什么需求 做到绝不推辞 宋山长连忙道 宋山长 我想进入贵书院的藏书阁 温婷站直言 见众人一愣 温婷站便解释道 古同生未必能够将此话细节处全然还原 此话乃是圣祖时期画吃所会 学生希望宋山长能够派遣几位 对书院藏书楼藏书了解教身的学子 陪同学生进入藏书楼 协助学生寻找关于画吃的一切记载 学生也不知能不能帮上古同生 但有备无患 本官做主 云你所求 不等宋山长开口 许元直言道 我也去助你一臂之力 宋林同时开口 宋山长哪里敢拒绝 连忙亲自带着两个平时整理藏书阁的人和温婷站 还有温婷带着宋林进入了藏书楼 和白鹿书院一样 月鹿书院也有三栋藏书楼 为了节约时间 宋林和一位整理藏书阁的人去了一栋 宋山长带着另外一人去了一栋 温婷站和温婷去了一栋 当先的 就是收集所有关于画词记录的一起点击 画集 史集 野史集 明元集 几人的速度都非常快 长期看书的人都知道什么内容往什么地方寻找 各自一大落 很快就收集到了藏书楼的读书查试 接下来就交给我和明光 宋山长反你们再去寻寻 可有一漏之处 温婷站坐在暗桌前 前面起码有上百部书籍 好 宋山长也不耽搁的几人 又分散开 温婷站和宋林对视了一眼 两人快速地翻开书 在明亮的烛光之下 两个容颜无双的少年 每一本书籍 都是一手抓住书页 刷刷刷地从他们的手中滑落 平均一本书 用了不到一刻钟 他们的目光专注 唯有眼珠在微微地滚动 等到宋山长等人 第二次搬了一落过来时 瞪大眼珠子 看到中间的书籍 已经少了一半 分别在两个少年的手边 时间 在争分夺秒的一点一点划过 在画卷之中的夜遥光 和画中央的恶斗 也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双方各有胜负 都已经有一些历解 原本画中央修为 迪的确却在夜遥光之上 但是这个画卷的空间 靠的是他的妖力支持起来 耗费的妖力绝对非同一般 夜遥光也就借此 采用了拖延战术 虽然受了不少的伤 但迪的确却将画中央 拖延了两个多时辰 消耗了画中央越来越多的妖力 基本上将两人的能力 拉平到了一个水准 而画外的金子 抓住了前阳的手 将他的纯阳之力 逼入画中 画为纸 鼠木 画中央的妖力以木为主 前阳虽然修得是土木之气 但他纯阳之体 所有修炼的五行之气 都会自动转为火 火虽然刻的是金 但却能够坟墓 前阳的五行之气 虽然没有克制住画中央 但是却对他有了强烈的干扰 这样给夜遥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五行修炼者果不愧为五行修炼者 你是我遇到过最难对付的金丹修炼者 画中央终于看向夜遥光的四只眼睛有了忌惮 他虽然才被放开封印 但是在他画中已经有百多年岁月 流落过很多地方 经过很多人的手 他见过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说吧 是谁把你送到书院 夜遥光再问 哥哥哥哥 你若能够降服得了我 我便告诉你 画中央的声音一落 他的身体瞬间化作一片片纸张 快速地飞旋 恰似魔术师手中的纸牌 急速地一张张纸飞出 夜遥光眼前的画面顿时一变 一浪一浪的雪浪翻滚而来 恰似高山上的雪崩 但夜遥光知道这不是雪 而是纸叶 画中央想要毁去现如今的画卷 逃逸出去 漫天飞雪般的纸屑 一片片看似非常的唯美 但却每一片都蕴含着锋利的妖气 将片片微薄的纸化作了刀片 巨浪一般朝着夜遥光袭来 夜遥光运足全身的五行之气 凝聚成一道光瓶 才能够将飞袭来的纸片抵挡住 然而 画中央似乎有同归于尽的趋势 又是一波纸片 如同滚雪球一般 越滚越大 朝着夜遥光冲击而来 当雪球和巨浪相撞后相容 一股巨大的力气 将夜遥光的屏障震碎 将它给击飞出去 狠狠砸在地面上 夜遥光心脉一阵剧痛 张口就吐出了一口鲜血 还不等它喘上一口气 无尽的纸片汇聚而成的浪涛冲了过来 将夜遥光给淹没 它犹如陷入在了沼泽地的人一般 身子一寸寸地往下陷 整个人仿佛被一条巨蟒给缠住 一点点地夺走它的呼吸 几乎是同一时间 正在藏书楼翻书的温婷站 眼前一黑 手中的书突然滑落 砸在了地上 让对面的轩灵抬起头 怎么了 温婷站摇了摇头 将书本捡起来 无事 还有几本交给你 我先去禁闭室 还原成功 好 轩灵点头 温婷站对轩灵头一感激的目光 拿着一幅画就朝着禁闭室而去 这个时候 古久已经把整幅画还原了大半 却提着画笔 迟迟不下手 显然是卡在了完全没有把握的地方 这幅是原画 一旦错了 就无可更改 就再也寻不到原画卷 关系之重大 可想而知 允和 你可来了 他忘了 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肖世锐看到温婷站 连忙迎上去 温婷站走到古久的面前 看着古久已经还原了整个图 唯有两处细节没有落笔 见到温婷站 古久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温童声 此处我记得是一朵花 但是我忘了是什么花 看到空白处 竟然是一个双人头人物 并且图像非常的怪异 一男一女 温婷站一点也没有惊讶 直接道 是幽谈花 啊 古久和秦敦都是一愣 温婷站并没有看到过这幅原画 怎么会知晓是幽谈花 我翻阅到画车的手闸 有一段的时日 与画中相近 他路过雍州 见双头佛画像 不久又投诉于村内 恰逢村内有一妇人铲子 哪只妇人铲下一妖物 一身双头 温婷站将拿着的画展开 佛像上有一朵盛开的幽谈花 你看看这花 再想一想 古久看着佛像上的花 模糊的记忆顿时清晰起来 然后他豁然开朗 立刻提笔占了颜料 就下笔 很快 一朵盛开却和佛像的花类 同行不同的幽谈花 跃染纸上 恰好将空白完全填满 而且没有任何违和感 松了一口气 古久将目光落在最后一处 这手 这手上似乎拿了什么细长之物 手上可以拿的细长之物 太多了 这一下子 就连温婷站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温婷站沉默着回忆他方才大量吸收的 所有关于花痴的信息 时间在一点点的划过 画中的叶瑶光 已经被海浪般的纸巢 给淹没到了脖子 他用尽最后一丝五行之气 在做着抗争 却依然只是减缓了 被画中腰吞没的速度 金子感觉到了叶瑶光的无助 他多想冲进画中 可此时他冲进去 以叶瑶光的抵抗力 恐怕最先受到冲击的 就是叶瑶光 最后他跺跺脚 就去寻温婷站 温婷站陷入了苦思之中 金子跑过来 让他更加的焦虑 吴之一声 唯有作画与三餐不可负 漠然一句话 划过温婷站的脑海里 他睁开眼睛 视意双注 是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众人往向缓缓被推进来的轩灵 他的手中也拿着一张纸 他与温婷站相视而笑 走到谷九的面前 将手中的纸递给谷九 这双注 你可熟悉 谷九展开一看 连连点头 我见过 是在画痴的两幅画中 都见过这双注 谷九看了看画 又看了看那一双筷子 又想了想 才深吸一口气 凝神下笔 在这期间 轩灵向众人解释了一番 这双筷子的来历 原来画痴从小只知道画画 除了画画 甚至不能自理 好在他生于富贵之家 有人精心照料他 到了试婚之灵 父母为他聘妻 乃是家中试娇之女 虽然画痴一心 只与画为武 但妻子依然对他照顾有加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画痴后来家到中落 他妻子的娘家人 非逼得他妻子改嫁 其妻不愿 最后被家人锁破 服毒自杀 此前很担心 若是他去了 谁来照顾他吃傻的夫君 他会不会连吃饭都忘记 所以临终前 他假意答应了家里人改嫁 从自家中人得到了一笔银钱 打造了一双银筷子 送给画痴 并且将剩下的银钱 藏在了放银筷子的盒子加层 这是一个凄美的故事 画痴因此而真的便吃 时而清醒 时而疯癫 其后他每一幅画 无论画的是什么 那一双银筷子总会入画 只不过后来他的画作越来越少 这个故事知道的人并不多 轩灵也是偶然间翻到了 也史一段相关记载 所以才会接到他的人报信 这一处不知画了什么 才匆匆地赶来 因为空白的地方 是有痕迹和尺寸可循 所以古久画得很快 当画画好之后 温庭湛立刻一手握住画卷 用真气将画卷弄干 拖着画卷 就快速地飞奔回学舍 此时前阳已经是急得泪流满面 看到他这副模样 温庭湛下的魂都去了一半 小叔怎么了 哥 前阳哭着打了一个嗝 然后抽气道 师父 师父 就快要死了 呜 温庭湛这才松了一口气 一把揪过前阳 不准哭 给我做法 快 前阳泪眼朦胧地把画卷看了看画 然后抓起他的衣袖 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和鼻涕 一把将温庭湛推得老远 然后把画往半空一扔 画卷悬浮在半空之中 他运足气的双手 不断变化着手绝 很快 画卷之中的双头人 就有一股五行之气 沿着画的轮廓 形成了一张网 快速地将整个双头人给束缚着 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吸引力 原画下方的画卷也漠然展开 一道道妖气被吸了出来 叶瑶光原本以为 自己就要把小命交代在这里 他已经快要窒息 神识也已经涣散 准备放弃挣扎之后 突然感觉到自己周身的力量 竟然一点点地松开 那越烟越高的浪潮 竟然一点点地退去 直至一股力量 把他给吸了出去 叶瑶光被拉出画卷 身子就往下一掉 前阳本能地伸手 要去接他的师父 结果却被一股强劲的力量给撞开 等他转了一个圈之后 转过头来 就看到温庭湛抱着虚弱的师父 不由生气 这是他的师父爱 前阳正要上前抢人 却被温庭湛抱着叶瑶光 转身就往寝房而去 前阳要跟着去 金子非常帅气的整个猴体 伸直着胳膊 鞋挡在门上 前阳顿时就跌坐在地上 又哭了起来 为什么师父的猴子 也帮着别人来欺负他 哭得金子一脸茫然 觉得自己是不是又犯错了 赶紧闪身进入了寝房 一把将门给关上 好了不吵了 用妖灵喂养天灵 站哥儿 我没事 虚弱无力的浅笑 嗯我知道 你只是太累了 歇会儿 温庭站动作轻柔的 将叶瑶光放在了床榻上 然后为他吞去沾了血的衣衫 内衫的领口也有血迹 温庭站的动作没有停止 将叶瑶光曝光的 只剩下肚兜和泻库 才重新从衣柜里 取出一套干净的内衫 为他换上 低头清了清他的额头 睡吧 我守着你 嗯 于是 叶瑶光就闭上了 已经睁不开的眼睛 叶瑶光睡着之后 金子输了不少五行之气给他 温庭站派了人去抓了一副最好的滋补元气的药 亲自去熬了汤 折腾的一整晚都没有合过眼 第二日是闻塞论赛的副赛 至关重要的一场比赛 温庭站却不去 大家都知道 昨晚发生的事情 叶瑶光据说险些丧命 此刻还昏迷不醒 白鲁书院的山长都不好勉强温庭站 因为即便温庭站去了 也未必有心 与温庭站一样的是 轩灵也以昨夜疲劳过度 需要休息而没有去 闻塞的结果则是 迎天书院第一 白鲁书院第二 进入了夺魁赛 温庭站一直守着叶瑶光 叶瑶光没有醒来 萧诗瑞等人轮番劝说 他也是充耳不闻 直到夜里叶瑶光终于醒了 然后喝了汤药 陪着温庭站说了一会儿话 温庭站才在萧诗瑞的劝说下去休息 这一夜 叶瑶光中突醒了一次 见温庭站疲惫地睡着 眉峰依然紧促着 不由到他的踏前 伸手抚平他的眉峰 然后轻轻地亲了亲他的额头 小相公 你的娘子没事了 好好睡吧 也许真的是疲惫至极 叶瑶光这番动作 温庭站依然没有被惊醒 又看了看温庭站 叶瑶光才出房门去了小厨房 灶头上还有温热的鸡汤 温度有点偏低 看着油腻腻的 叶瑶光也懒得在生活 就喝了一大碗 吃了点鸡肉 觉得不是那么饥饿之后 才偷偷去了萧世锐的学舍 萧世锐睡得很香 睡像难堪至极的前阳 也睡得跟头猪一样 叶瑶光很快就找到了原画画卷 却没有想到 前阳这小子 一手抱着罗盘 一手抱着画卷 叶瑶光用力地扯了扯 也没有扯出来 叶瑶光不由走到前阳的床头 一手抓着画卷 一手在他耳边说 开饭了 开饭 吃溜吃溜 前阳立刻有了反应 吸了吸嘴角的口水 手就有所松动 叶瑶光一把 将画卷给抽走 拿着画卷 叶瑶光不由一脸嫌弃 日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绝对不能给这次保管 心里下了决心 叶瑶光转身 翘无声息地离开 回到自己的学舍 没有进入寝房 将画卷展开 挂在墙壁上 他恢复了一点元气 又将储存在手串内的五行之气 引入体内 因为手串的五行之气 都是经过他炼化过后的 很容易被吸纳 此刻修为 倒是恢复了足足五成 指尖宁气 注入双头人体内 说是谁把你弄到书院 我可以饶你一命 哥哥哥哥 你们人类的话最不可信 我不会告诉你 画中腰声音尖锐地说道 冥顽不灵 叶瑶光只见五行之气加剧 将其束缚住 你以为我元气大伤 就诛灭不了你 说着 叶瑶光另一手一挥 天灵飞旋而出 悬浮在半空之中 叶瑶光手腕一转 就将画中腰生生地拖了出来 在画中 本来就是拼尽了全力 想要整死叶瑶光的画中腰 此刻比叶瑶光还要虚弱 被叶瑶光拖出来 还想挣扎 却是徒劳 一缕缕妖气 被叶瑶光拖出 然后指尖一转 全部注入天灵之中 妖灵可比阴鬼之气 强上百倍 自从知道 天灵也是可以成长的 叶瑶光就非常的谨慎小心 生怕天灵一个不慎嗜血成瘾 以此来成长 但是可以成长的东西 长期不畏是怎么可能 虽然断断续续地 每次他抓鬼 都尽可能地为天灵 如今又有了叶开阳的神势控制 目前天灵 还没有出现饥渴的状态 但是距离天灵上一次饱餐 也已经很久了 原本还在担心 天灵可不可以吸纳妖灵 却见天灵吸收得非常欢乐 很快都不需要他引导 没有抵抗之力的话中 腰残余的妖灵 就被天灵给吸收 吃饱的天灵 身体又膨胀开来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叶瑶光也见怪不怪 却没有想到 似乎要炸裂的天灵 将叶开阳都给弹了出来 良心 天灵怎么了 叶开阳有些担心 这是他的房子呢 没事 吃撑了 一会儿就好 叶瑶光满不在乎道 果然 天灵很快圆润的身材 又变得纤细 约莫又长了一寸多 伸手将天灵接到手里 叶瑶光心里满足 不错 不错 以后我多弄些妖灵给你吃 也不是所有的妖灵叶瑶光 都敢给天灵吃 开了婚的妖怪叶瑶光就不会 以防天灵因此而染上了邪性 天灵这样的东西 好在是刚刚从坟墓里流出来 就被人当作普通的阴煞之气 送到了他的手中 否则要是成长起来 一个不小心成了魔器 只怕对付起来非常的艰巨 把画中腰给消灭了 天色也不早 叶瑶光索性坐下来修炼 金子也在叶瑶光修炼的时候 乖乖地凑上来 和叶瑶光一起 叶瑶光才刚刚修炼完毕 就听到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 在白鹿书院学社区响起 估摸着 不止白鹿书院 就连白鹿书院旁边的其他书院学子 也被惊醒了 很快 一阵风便刮了过来 师父 师父 不好了 画中腰跑了 叶瑶光翻了一个大白眼 一个纵身飞跃出去 伸手将画卷扔在前阳的怀里 抱着画卷 前阳才委屈地看着叶瑶光 师父 你偷走画 也不跟徒儿说一声 叶瑶光真是被气乐了 你都说我偷了 跟你说声 还叫偷吗 前阳顿觉自己措辞不当 捏了捏画卷 瞪大眼睛 一掌拍在他的胸口 叫什么叫 师父 没有腰力 逃之腰腰 腰都没了 何来腰力 叶瑶光嫌弃地瞥了前阳一眼 师父 腰没了 腰跑了 前阳心急死了 正准备告诉前阳的叶瑶光到了嘴边的话 漠然一转 你现在才知道 没了 你早干嘛去了 就知道睡睡睡 作为一个修炼者 你竟然能够让人在你熟睡中偷走东西 你不觉得丢人吗 师父 徒儿知错 前阳哭丧着脸 我们快去把腰抓回来 腰已经没了 叶瑶光道 没了 怎么没了 被你师父我吃了 叶瑶光没有好气地回了一句 吃了 前阳的目光顿时其量无比 师父 腰好吃吗 叶瑶光 神了 求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 把这个蠢徒弟怎么来的 怎么收走 叶瑶光顿时泪流满面地转过身 然后朝着饭堂而去 瞧着前阳要跟上 他默然脚步一顿 转过身 去 洗漱 你笨就够了 别再邋遢 是 徒儿这就去 然后一阵风势的不见 叶瑶光就在饭堂等着他 许多学子看到叶瑶光 都忍不住关怀地问上一句 现在叶瑶光在所有学子的心里 形象已经高大到超越了温婷战和轩灵 见到叶瑶光装满了好几大石盒 还贴心地问要不要盲帮 叶瑶光面带微笑地拒绝 很快前阳就飞边来 一手挽着四个石盒 跟着叶瑶光 回到他们的学生 叶瑶光好了 大家也已经麻木了 提都不提一句 今日是香赛的夺魁赛 不过华赛夺魁赛 有许元和几位山长商议过后重比 大家都没有意见 也就定在了今日上午 叶瑶光等人依然去给秦敦打了气 但是最后的结果 依然是古酒胜出 这是实力问题 在话际上 秦敦的确很有天赋 但是遇上了古酒 注定没有胜算 否则那弄话中央的人 也不会看上古酒 大家都安慰了秦敦一番 两次比赛 秦敦输得心服口服 下午的时候是香赛的夺魁赛 温婷战要参赛 所有人都早早的午休 然后精神抖擞的 庞佛自己参赛 一般去了赛场 赛题非常的开放 是不限条件的 制作一款新的香料 时间是两个时辰 其实 制香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 两个时辰根本不可能 这里要求的 不过是有香制器即可 完全不必要是成品 为了节约比赛时间 题目昨日便已经公开 就是让两位学员 提前将需要的香料准备好 现在就是将香料 递给几位大夫 还有中州当地 调香世家的家主过目 没有问题就可以使用 温婷战竟然弄了 小指甲盖大小的一块香凝汁 香凝汁离开了山洞 就莫名地失去了香味 此刻经营的一小团 几位审核员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能够确定无毒 也就通过了 制香的过程比 画画要有趣 因为每一步都呈现在 所有人的眼中 只是半个时辰过去 就有一股令人沉醉的芬芳散开 大家很确定 这是来自于温婷战的对手 温婷战没有停止忙活 可他的香炉里面 却一点香气都没有 所有人都纳闷不已 大约一个时辰之后 对手已经将香制完 那一股香气 真的让人忍不住不断的吸气 说不出的气息 就是让人只想沉醉 学政大人和几位评审 都频频点头 叶瑶光等人 有些担心温婷战 他的香炉里面 加了很多芬芳之物 可一直到现在 依然没有一丁点的香气 也许是香气太浅淡 被对手给压制 所以闻不到 时间一分一秒的划过 一个半时辰过去 对手的那份香气 都已经散尽 温婷战的 依然没有香气 这下所有人确定 温婷战是没有做出 有香气的香来 而温婷战从半个时辰前 就坐在暗机前一动不动 要不是香炉 还有白烟飘散 大家估摸着 觉得他根本不打算比赛了 大概还有一刻中 比赛就要结束的时候 温婷战终于伸手 将香炉揭开 他将桃花倒出来的枝叶 倒了进去 终于有了一点点 桃花的香气一出来 约莫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他将香凝枝 用镊子夹起来扔了进去 等他盖上香炉 香炉的烟突然消失了 大家都是一愣 旋即天空 不知道何时被邪染 夕阳的光 都被这一抹血色给掩盖 无数的鸟飞了过来 一波又一波 在天空之中盘旋 有灵气 夜遥光顿时一惊 天地间 但凡有惊世之物问世 避讳天地变色 异象乍起 灵气顿生 正如 苍结创字 而天语素 鬼夜哭 所有人都看到 温庭站那一双细长白皙的手 轻轻地揭开了香炉 而后一缕缕薄烟被风吹开 那一瞬间 所有人都仿若坠入了 桃花盛开的世外桃源 忘却了一切纷扰 忘却了一切牵绊 他们的魂魄 似乎得到了最大的解放 挣脱了身体 遨游在了九天之外 顿时 画面一转 大家都醒过神 才看到温庭站 又合上了香炉 所有人 都急切地恨不得将温庭站的手扒开 再体验一番 视才如梦似幻感觉 比赛结果不言而喻 就连对手都对温庭站深深作一 在下认输 学政大人不由大家赞赏 当即颁发了香赛奖品 而后问 不知允和如何调制出此等爵士之香 心之所向 情之所忠 温庭站漆黑幽深的目光 落在白露书院休息区的方向 除了叶瑶光和肖世锐 没有人捕捉得到他 具体在看谁 战胜于平寒之家 此心劳方有今日之战 心之感念 无所相继 为此香可托 此香名为桃妖 桃之妖妖 灼灼其华 知子于归 以其世家 桃之妖妖 有分其时 知子于归 以其家世 桃之妖妖 其夜真真 知子于归 以其家人 所有人心中顿时就想到了这首诗 叶瑶光的眼睛一酸 他别过眼 绝对不承认 他是被感动到想哭 别对我这么好 你寻香宁之 从来不是为了反魂相对吗 下了赛场 用了晚膳 两人一直没有说话 等到要救寝的时候 叶瑶光才躺在榻上 盯着屋顶问着温婷战 还有半月就是你的吉吉礼 我想送你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 温婷战的声音 轻柔地从烛光之中飘了出来 叶瑶光默然想到 他非要在比赛前去香地寻找香料 一直好奇他为什么这么急切 不能够等到赛后再去 原来 眼睛默然有些湿润 他活了两辈子 真的没有人像温婷战一样 如此用心地对待他 将他当作掌心的宝 无时无刻地在用最真的心对待 他觉得 这一瞬间 有什么撞向了他最柔软的心看 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又有些茫然不知所措 战哥 嗯 别对我这么好 说完叶瑶光就翻身 对背对着温婷战这个方向 这样的好 是让人沉沦的毒药 会上瘾 会无处可逃 若是有朝一日 这样的好突然不见 已经习惯了的他 要如何去戒掉 似乎感觉到了 叶瑶光的情绪有些不稳 温婷战并没有说话 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但他一直没有睡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 等到耳边传来了 叶瑶光均匀的呼吸声 他才侧身 看向他的背影 叶明珠的光芒 格外的明亮却冰凉 蹦入他幽深的眼眸 揉碎的却是温暖人心的光 他的声音四叹西般响起 我只怕 对你还不够好 叶很沉静 坐在角落里 席字看书的叶开阳 并不懂温婷战的目光 为何那样的复杂 柔似青沙 暖似晨光 起伏似烟蓝 脆弱似外 又炙热的 庞佛式火焰 关于前世的记忆 他已经没有 他完全读不懂这样的眼神 第二日休息一日 让所有考生都养精蓄锐 已被明日的最后一战 虽然战场只属于 银天书院和白鹿书院 但丝毫不影响 其他书院学者的热情 这一场对决 可不仅仅是两个书院 还有代表两个书院的 轩灵和温婷战 已经很多年 文赛没有这样的激烈碰撞 下一次遇上 又不知是何年何月 况且 他们在场的最迟三年后 就得开始大比 上榜自然视入视为观 可若是落榜 再读三年的 恐怕也没有多少 所以 这可能是人生 仅有一次的盛会 岂能够错过 两大书院参赛的学子 大部分都在做最后的恶补 毕竟题目没有出来 圣上也为文赛 出过好几次最后的题目 他们就根据前面的 来猜测方向 做最后的冲刺 唯有最受人关注的两人 却是悠闲无比 甚至轩灵 还来邀请温婷战一道 出去游玩 轩灵是应天府的人 但是他的外祖家 则是中州人 若不然当日 他的母亲和姨母 也不会这样 快地赶来 原本就是 随着他一道而来 只不过留在他的外祖家 幼时他也常住外祖家 故而也算半个东道主 轩灵给的理由是 明日文赛结束 想必你们便要回城 我作为东道主 如何也不能失礼 不如就趁着今日 秦方宴好 我作东邀诸位 一道畅游一日如何 轩灵的身体 本就不大好 他还愿意 亲自不惜劳累 来招待他们 他们哪里有拒绝的理由 而且 秦敦和肖世锐 早就想出去玩一玩 听了这话 怎么可能 还有做得住的道理 于是大家 就被轩灵给带出了书院 但是考虑到了安全 以及明日的比赛 轩灵也没有 带大家走多远 而是去了 山清水秀的郊外 那里有原家的一个宅子 虽然是这样 也把秦敦等人给乐坏了 秦敦看着秀美的山色 忍不住拿出话剧来作画 萧世锐 窜使着文游 陪他一道去池塘里钓鱼 去山上打猎 忙得不亦乐乎 等到只剩下温婷战和轩灵之后 轩灵道 不如手弹一局 正合我意 于是 轩灵就让人摆上了棋盘 温婷战先一步取了白子 上次你直白 今日换我 好 轩灵笑了笑 然后直起黑子先落下 叶瑶光最近新学会了奇异 时不时就找来温婷战 虐上一虐自己 觉得自己的奇异也大有惊异 于是连忙捧着小脸 坐在两人中间的 另一方仔细地看着 但是很快他就发现 他好悲剧 这两人根本就是变态 一颗子落下 他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下 在那里的用意 两人你来我往 就已经落下十几颗子 看得他眉头都快打结了 最后兴致缺缺地 不想再观战 两人突然就慢了下来 于是他又高兴地追了上去 其实是温婷战先慢下来 轩灵起初还在诧异 但是后来就看到了 温婷战的目光 时不时地落在叶瑶光的身上 也跟着配合他慢了下来 一个时辰之后 叶瑶光诧异了 这期怎么下着下着 变成了当日他们 在书院下的模样 不同的是 温婷战现在走的是轩灵的奇路 而轩灵走的是温婷战的奇路 两人似乎也发现了 不由台谋相视一笑 这个时候下人来报 可以用午膳 看来这盘棋局 你我缘分只能到此 温婷战无奈一笑 上一次也是到了这个地方 这一次也是 看轩灵有些疲惫的神色 温婷战也没有打算 下午再接着下下去 对上温婷战 轩灵自然也不会逞强 于是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话一半话的情敦 也被叫了回来 大家都去禁手 然后入席准备吃饭 有佳瑶 岂可无美酒 叶瑶光扫了一圈 就突然说道 轩灵一愣 玄机有些歉意道 是我招待不周 明光无序如此 我们带来了美酒 叶瑶光说着 就对魏京示意 很快魏京抱着一个大酒坛 杯子已经放上 一人倒了一杯 萧氏锐和文游三人 顿时就眼冒金光了 但是端着一点点的鸣 就是舍不得喝 前阳则是口水流不止 叶瑶光懒得理他 亲自给轩灵倒了一杯 阿琪忙道 叶公子 少爷 无妨 活了十六年 我还不曾尝过酒 轩灵将阿琪挥退 这一坛酒 是我和战哥送给你的临别里 叶瑶光神秘一笑 缺一个谋士吗 这酒以五行之气滋养 同时蕴含着五行之五种气 可以缓解轩灵体内的毒素 也就相当于一个 缓慢长期治疗的过程 虽然把握不大 但只要轩灵从此不再多思多虑 慢慢地用酒来代替药 未必不能拖上十年 到时候 小叔 你好偏心 我好心痛 萧氏锐耍宝式的 坐捧心状 我偏心 叶瑶光隐含威胁的目光 落在萧氏锐那杯酒上 萧氏锐立刻端起来 一口闷了 生怕被叶瑶光给端走 见此 大家都是一笑 温亭站举杯 敬明光一杯 愿明光早日康复 大家都是一愣 轩灵的身体不是秘密 基本没有康复的可能 任何人都不会对轩灵说这种话 这是一种讽刺 可偏偏温亭站这样说了 反而令人心里萌生了希望 轩灵心思一动 端起酒杯回进了温亭站 没有说话 将酒喝入口中 甘甜的葡萄味在味蕾散开 等到他将酒喝下去 有一种非常的舒适的感觉 似乎他的肠道 有什么堵着的东西 也顺着滑了下去 让他舒服了很多 这 一向淡然若素的轩灵 都有些激动 这酒 叶瑶光将酒的来源说了一遍 然后就到 从今日起 明光可减缓用药 每日一杯酒 等到你身子不再如此脆弱 可以脱离药物之后 也许我们还能尝试别的办法 但酒毕竟是酒 有烈性 你的身子尚且沉弱 不可多饮 每日一杯 已经是极限 光并没有说明 如何去治疗轩灵 因为他十年 也未必能够修炼到化神期 所以 不能轻易许诺 轩灵缓缓缓地 闭上了有些泛红的眼睛 能够不再服药 其实 这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从他还未记事起 他就每日 喝着各种汤药 对于汤药 他已经深恶厌绝 起初是为了母亲 后来他已经离不开汤药 成了习惯 若能让他在生命的极限 一个月不用药 他便死而无憾 快吃饭 菜都凉了 我可是跑上跑下一上午 气氛变得伤感 大家都明白轩灵的苦楚 萧氏锐连忙提起筷子刀 轩灵在睁开眼睛 目光已经平复 看向温婷战和叶瑶光 有着深深的感激 但是什么都没有说 一切都在不言中 饭后情敦 就在院子里 继续他喂完的话 萧氏锐又拉着前阳和文游 去外面撒鸭子 温婷战亲自推着轩灵 和叶瑶光 在宅子里走了一圈 消了消失 轩灵就带着温婷战和叶瑶光去了书房 这里有着很多轩灵的藏书 轩灵应该是时常来的缘故 书籍非常的丰富 不仅有温婷战感兴趣的书籍 也有叶瑶光感兴趣的书籍 大家各自拿了书来翻看 犹如在图书馆一般 安静无声 允和 突然轩灵出声 温婷战也抬起头 看向轩灵 可缺一个谋士 轩灵默然道 啪 叶瑶光经的手中的书 都掉在了地上 不是他想的那样吧 轩灵要做温婷战的谋士 卧槽 轩灵虽然身体缘故 不能入室为官 但他是轩家人 轩家人只辅佐君主 轩灵要是做了温婷战的谋士 这个消息传出去 足以让皇帝将温婷战给斩了 叶瑶光看向二人 两人之间似乎在打着哑谜 叶瑶光想不明白 轩灵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 是试探还是在考验 但是温婷战并非皇室后裔 根本名不正言不顺 而现在的大元朝 虽然日渐衰落 却没有昏君奸臣扰乱朝纲 也不像是要颓败的模样 他虽然补上一挂是极带革新 却也不是颠覆天下的意思 轩家素来是辅佐君王 他们必然有着 他们看人看天下更替的独特目光 可是他曾经算过温婷战的生辰八字 根本不是帝王命 轩灵这话 到底是由何而来 午后浓烈的日光 从窗轩缠绕着悠悠芬芳飘洒进来 浅浅地在温婷战身上 度了一层光芒 他的笑容和夺目 虽则百以征学 蛀虫是粮 然则大煞 未到轻腹之时 内忧已深 外患将起 你要服大煞将轻 力挽狂澜索费之心 何其身 或许倒头来 反倒成了乱臣贼子 吃力未必能够讨好 轩灵的声音依然平淡 以你之志 和我之力 谋天下何难 叶瑶光的心 漠然就扑通扑通直跳了起来 他并不是这个时代长大的人 但是这样今天的语言 被他听来 依然觉得让人吃不消 偏偏这两个年少风华独绝的男子 仿若谈论天气一般 不关紧要 温婷战的目光 扫了叶瑶光一眼 看向轩灵的目光 越发的坚定 明光 你要等的人不是我 允和 轩家从千年以前起 每到乱世将险 便会有一象之子诞生 这是轩家的使命 我的降生 意味着世道将乱 天命无可更改 我要等的人 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谋天下之事 绝无情义可言 作为宣家的家主继承人 我绝不会拿着整个宣家的盛衰 与千年名誉而写 你懂我一懂 轩灵说得更加的认真 温婷战依然笑着摇头 那你看错人了 我并无万丈雄心 这一点并不是他信口开河 从最初只为完成母亲的期望 到后来想要打败柳家 再到现在 只想为了摇摇而造福天下 以及为世锐谋划至尊 他其实从来对权力不曾热衷 不 允和 天定 不可扭转 命运总会将你一步步推下去 轩灵一字一顿地说道 那便拭目以待 我心如明月坦荡荡 命由人不由天 温婷战割下说 时候不早 我们该启程回书院 两人的对话就到此结束 叶瑶光却一路忧心忡忡 在马车上也是沉默不语 温婷战伸手握住他的手 别愁眉不展 有你 送我天下也不要 其实他们都是相信轩灵口中的天定 但是温婷战心里明白 若有一天他真的要问鼎至尊 那么他必然不可能拥有叶瑶光这样身份的妻子 这是天道所不容 他坚信 不论未来的世道如何改变 他的心永远不会改变 他宁可呕心沥血 将萧家的江山扶起来 也不愿因此而失去了他 舍与德 从来都是双生 割肉踢骨 也得舍一个 端看如何取舍罢了 甜蜜 叶瑶光从回来之后 就一直样样不乐 他也说不清自己的心为什么堵得慌 温婷战本就没有帝王之命 老和尚也曾说过 若非他横空出世 温婷战应该要成为老和尚的徒弟 传老和尚的一波 可老和尚又说 他是一星 凡是与人遇到他 就会有变数 难道他的蝴蝶翅膀 将温婷战都删成了帝王命 帝王鹿 堆白骨 首先都得和萧氏锐拔刀相像 而且温婷战的运道 明明已经和萧氏锐相连 萧氏锐胜他则胜 萧氏锐摔他也摔 这实在是太矛盾了 一向随遇而安的叶瑶光 竟然对未来发生的事情 产生了恐慌与浓浓的不安 心神不宁的叶瑶光早早地歇下 原本去指点了叶开阳功课的温婷战 打算回来再与他谈谈心 可却见到他已经熟睡 却瞧见他带眉微醋 似乎睡得有些不安稳 伸手抓住他的手 不由轻轻一探 叶瑶光的确睡得不安稳 基本与梦境绝缘的他 竟然做了一个梦 梦里也是在月禄书院的闻赛 白禄书院参赛的人 除了闻游和陆南他一个都不认识 没有他 没有温婷战 没有萧诗瑞 也没有秦敦 这梦是关于轩灵 他什么也听不到 却看到轩灵被所有人的围攻 无数人对他立声指责 似乎在讨伐着他 画面一转 轩灵又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手里 那个女人看不清样貌 但是叶瑶光却能够感觉到 是轩灵非常信任的人 看到那一把短匕首 穿过轩灵的胸膛 燕红的血飞溅出来 叶瑶光默然从梦境之中惊醒 坐起身来 瑶瑶 温婷战一直坐在床榻边 见此 一把将他揽入怀中 瑶瑶别怕 我在 战歌 战歌 叶瑶光反手紧紧地圈住温婷战 将头搁在他的肩膀上 紧紧地挨着他 紧紧地抱着他 没事了 瑶瑶 那是这一个梦 温婷战轻声安抚他 不 战歌 那不是一个梦 叶瑶光顿时醒了神 他推开温婷战 抓住他的手 战歌 袁恩大师曾经说过 我是一星 所有遇上我的人 命运轨迹都会改变 若是没有遇上我 你 我 我会如何 叶瑶光顿住了声音 温婷战平静地问 战歌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梦到了什么 我梦到轩灵 本应该在这次闻赛的时候 被他姨母所杀死 他应该死了 叶瑶光良言有些无神 可是他遇见了我和你 改变了命鬼 那他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命鬼 瑶瑶 你告诉我 你在怕什么 温婷战双手扶住 叶瑶光的肩膀 他从未见过他这样的慌乱 这样的六神无主 这一句话 一下子将叶瑶光给问住了 是啊 他怕什么呢 他在怕什么 他行事一向只需要问心无愧就好 为什么他自从听到轩灵的话之后 就这样的难以平静 抬眼 叶瑶光对上温婷战饱含期待的目光 他似自语一般 我害怕 害怕 害怕什么 他却说不出所以然 温婷战深吸一口气 轻轻地揽着他 别怕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守在你的身侧 永远不会丢下你一个人 叶瑶光愣愣地点着头 然后温婷战如同哄着孩子一般 将他哄着 抱着他睡在他的床榻上 轻声安抚着他 给他唱着他母亲幼时喜欢唱的童谣 在他低沉的声音之中 叶瑶光这才安然地陷入了梦乡 温婷战却无心安眠 他伸手轻轻地描绘着叶瑶光的眉眼 眼中的光芒柔和而又眷恋 他的傻瑶瑶 其实他虽然没有说出口 但是他却知道 他真正害怕的 却是失去他 怕他们终有一日形如没落 想到这里 他不由嘀嘀地笑出声 傻瑶瑶 何时你才能正心待我 叶瑶光好不容易睡着 肯定是不会回答他 温婷战自然也没有想要他回答 把头搁在他的头上方 将他的身子揽入怀中 合上眼一道入眠 第二日 温婷战醒来的时候 叶瑶光竟然还没有醒 伸手摸了摸叶瑶光的额头 又为他整了整脉 确定他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才轻手轻脚地起身 然后练功洗漱 等到他从未经的手中接过饭菜以后 叶瑶光才朦胧地睁开了睡眼 快起床 我给你弄了蛋羹 温婷战将叶瑶光给拉起来 然后带着他去洗漱 直到被他按着 坐在了院子里面的桌子上 把饭碗端在了他的手里 才松开了他 看着他难得这么迷迷糊糊的模样 温婷战不由笑问 可要我喂你 叶瑶光眯着眼睛点着脑袋 温婷战还当真将饭碗端起来 小口小口用勺子喂他 叶瑶光弯着双眼 然后只需要张口和嚼食物 哎呦喂 我说一大早 怎么撇下我们 萧世锐和秦敦 一进他们的小院 就忍不住嚷嚷道 真是舔死了人 叶瑶光脸皮后 他完全不受二人的影响 依然张着口等着喂 温婷战就把两个人 当作空气一样忽略了 喂的也特别细心 稍微烫点的东西 就轻轻地吹了吹 才喂给叶瑶光 还要提醒他小心 看得秦敦和萧世锐两个人 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实在是受不了 我们先去赛场 你们可快着点 不要耽搁正事 听了这话 叶瑶光看了看天色 伸手要接过碗筷 你快吃吧 一会儿就是论赛呢 无妨 没有什么事 比得上你重要 温婷战避让了一下 又将东西喂到叶瑶光的唇边 走到门口的萧世锐和秦敦 听了这话 一脚踩下去 险些踩空扭了脚 心里对温婷战 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了 都在暗想 让你宠着 总有一天宠得你伺候不了 到时候有你哭的 叶瑶光听了 也有点脸红 但还是乖乖地吃完 吃饱了之后 就双手拖着腮 看着温婷战坐在他的面前 动作斯文优雅地吃 他的心田留下了甘甜的味道 在心间一圈圈地荡开 红颜祸水 两人腻歪了一个早晨 几乎是最后到了赛场 好在比赛的时间也才刚刚到 河山长看到温婷战 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温婷战将叶瑶光送到了休息区 就缓步走上了赛场 他与宣灵面对而坐 两人的身侧 都有两个童书院的童生 也就是三对三 一共六人 许元的开场白很简短 当即在赛场两方的中间正前方 挂出了陛下所出的论题 随着巨大的卷轴滑下 一个个字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大家都不由瞪大了眼睛 从来没有想到 陛下竟然会出了这样一个题目 红颜祸水否 这个还需要辩论吗 红颜祸水自古以来 都是公认的事 就连下方看到这个题目的学员和先生们 都不由一愣 继而交头继而的议论 宣灵和温婷战眼中都有些诧异 叶瑶光看着这个题目 然后目光沉沉地落在温婷战身上 红颜祸水 他从来不认为 他不知道是不是他出生 就是女子的缘故 自古以来 女子处于弱势 即便是在前世 多少祸水是被当权者所逼迫出来 叶瑶光也很想看一看 温婷战是如何看待红颜祸水这个词 由于复赛的时候 是迎天书院名次在前 所以 由迎天书院的学子先发言 就见他们三个人打了一个招呼 一个学子就站了起来 自古以来 红颜祸水不胜美举 汉有飞燕青五或第四 西子美燕灭无国 貂蝉青校王吕布 贵妃醉酒摔盛世 然后就是一串串的 霍国殃民的妖姬士 如蜀家珍 说的那叫做一个慷慨陈词 大义凛然 酣畅淋漓 叶瑶光扫过在场之人所有人 大部分人听得指点头 等到他说完 下方是一片叫好之声 这下就轮到白鹿书院的学子 其中一个叶瑶光并不熟悉的站起身 学生对迎天书院同声言辞 甚为赞同 历属历朝历代 多有盛世败亡于红颜手中 商有打几 周有包四 叶瑶光响 这样的双方都观点一致的辩论赛 恐怕并不多 不由清朝一笑 他突然觉得有些索然无味 在这些人眼里 从来只看得的属于男子的分工伪计 看不到权力者滥用职权强取豪夺 没有自制力灭了家国 便把所有的过错 全部推在女人的身上 白鹿书院这边说完 迎天书院那边又有一个学子补充 他们都是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顺流 越说越高昂 四个人的论述 基本完全一样 都在不由于力地 展示自己的文字功底 学识渊博 隐居论点 一个比一个详细 让人叹为观止 等到这四人的话落后 就只剩下轩灵和温婷战 二人没有开口 因为他们是论赛 双方的负责人 都等着他们劫辞 然而 两人看着对方都没有开口 下方的学员都等得有些焦虑 许元便开口问道 你二人因何迟迟不开口 回答人 学生觉着 学生与温同生论点 应当是一致 学生不想站着先机 不如学生与温同生 以笔墨同时将论点写出 再由大人挤人阅览 轩灵突然开口 许元一愣 旋即去和几位书院的 山长商议 最后得到了结果 准许二人以 笔墨带口述 很快就有人送上了笔墨纸验 两人几乎是同时落笔 那写字的速度 真的是惊煞了世人 大家看着都目瞪口呆 只见到他们的笔 刷刷刷地在纸上行走 毫不停顿 似乎都不需要思考 大概用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二人同时落笔 而后就有守在一旁的童子 将纸卷拿下去 同时递给了许元 许元翻开一看 顿时目光一瞪 眼珠子都快突出来 瞪了轩灵一眼 然后又翻开了温庭站 顿时脸色一变 看向二人的目光 都是分外的怪异 将两人的纸卷 分别从左右手发下去 所有的山长看了 先都是吹胡子瞪眼 气得 似乎要一佛升天 二佛出窍一般 看到中间 却慢慢缓了脸色 看到最后 都变成了凝重的深思 看完之后 包括许元和所有山长在内 都哑口无言 最后许元站起身 宣同生与温同生论点一致 谁胜谁负 本官也难以定论 本官将二位同生的论点 快马加鞭送往帝都 由陛下圣财 论赛胜负后日渐分晓 所有人都想知道 温庭站和宣灵 到底写了什么 但是许元显然是 不想满足他们的愿望 直接宣布比赛结束 这大概是历年来 最沉闷的文赛结束赛 以往这个时候 赢得魁首的书院 都已经在欢呼 接受其他书院的祝贺 允和 你们写了什么 吃完之后 肖世锐不由出声问饱 与四位学子论点相左 温庭站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相左 闻由一惊 那岂不是 嗯 温庭站点头 你怎么会 情敦不由大惊失色 这是陛下所出的题目 他们觉得 陛下所思所想 未必不是和他们一样 而且 他们固有的思想 红颜多祸水 难怪轩灵要比数 文由立刻反应过来 这要是口述 只怕两方的书院 都要站在同一阵线 与轩灵 还有温庭站争辩 到时候 场面会一片混乱 这真的是你心中所想 叶瑶光没有想到 温庭站和轩灵竟然 这是事实 而非我心中所想 温庭站含笑道 世人皆到西施王吴国 可西施是越国人 一个弱女子在王国之后 挺身而出 令天下男儿汗颜 不过一个美人计 若是吴王心间之意 何以会受美色所获 紫曰 十色性也 可见爱美之心人皆有 倾国绝色 天所赐 何过 若红颜是祸水 这世间人之所求 何其多 全色彩 凡人之所欲者 皆可为祸水 温庭站的一番话 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 叶瑶光笑颜逐开地看着他 眸子温和地划过叶瑶光的笑颜 温庭站的目光 落在肖世锐的身上 无欲则刚 可你我皆是凡夫俗子 欲无止 不可止 善者留 不善者 去 凡七情六欲无人可免 为君者 不以私欲为先 则为明君 其奥 又 公子 欲无止 不可止 善者留 不善者 去 凡七情六欲无人可免 为君者 不以私欲为先 则为明君 一句话深深地敲入了肖世锐的心口 他觉得每一个字都格外地沉重 但是细细想来 温庭站的话 也许才是黄爷爷 想要借此来让他明白的道理 若是那些亡国之君 没有因为对美色的私欲 而将这些清诚美人弄到身边 就算弄到身侧 能够言以客己 又如何会沉迷美色 有的时候 色不迷人 人自迷 酒不醉人 人自醉 我明白了 肖世锐非常认真的点头 这样说来 你与宣灵所答应该是一致 那这魁首 闻由默然想到此 你们以为 陛下出这道题的真正用意在何处 温庭站默然问道 三人面面相去 最后肖世锐有些不确定道 黄爷爷真正想要问的 其实是唯君之道 是 温庭站欣慰地问道 我和明光都看出了这道题的深意 但我们 毕竟是两个人 对唯君之道 自然是各有见解 定然有胜负 允和似乎胜券在握 秦敦看着稳如泰山的温庭站 我与明光不一样 温庭站端起茶杯 浅饮了一口 这茶正是宣灵所送的寒香茶 我又是家瓶 为此而吃了不少苦 故而 我比明光更懂民间疾苦 明光又是艰难 局限了他的脚步 这一局我会赢 只不过赢在了阅历 大家都似懂非懂 又坐了一会儿 便各自散去 温庭站洗漱过后 又去看了看叶开阳 才回寝房 叶瑶光已经窝在了床榻上 不过并没有入睡 而是看着屋顶发呆 似乎在酝酿睡意 温庭站也就不打扰他 自己倒在了自己的床榻上 也和他一样望着屋顶 过了一会儿 叶瑶光才 侧手看向温庭站 陛下为何会出这样一道题 叶瑶光问的为何 是为何要婉转的 考为君之道 陛下是个有远见之人 可惜登基太晚 温庭站叹息道 陛下历之年才做了皇帝 做太子 就得有做太子的样子 不该插手的 就不能插手 在先皇时 朝廷的弊端就已经出现 陛下现在定然是看出来 可他年事已高 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 否则 就算他拨乱反正 割出了毒瘤 没有一个能够匡扶的继承人 反而会加速朝廷衰败 所以他现在首要的事情 是培养一个得力的继承人 同时为这个继承人挖掘良辰 陛下应该声明 他几个儿子 为了全力争夺 都是迎娶的世家之女 任后无论是谁赢了 都只有自己的母族和妻族可以重用 这样的局面 并不是他所想见到 所以才会选择肖世锐 这是用心良苦 才会任由肖世锐跑完军营又跑书院 看似无奈纵容肖世锐 其实是在锻炼历练 并且给肖世锐自己培养新势力 不受任何大士族所牵连的势力 所以陛下这个问题 其实是在考验你和明光 谁更适合辅佐世锐 叶瑶光听完之后 了然地点了点头 嗯 可以如此说 温庭战汉手 那明光就算能赢 也不会赢 叶瑶光默然道 何以如此作响 温庭战扬眉 因为他根本不想辅佐肖世锐 叶瑶光直白地说道 呵呵 温庭战嘀嘀地笑出声 是的 这个题目一出来 赢的人就必然是他 他说给文游等人的理由 只是看似说得过去的堂塞之词 为的就是掩盖宣灵的心思 若宣灵真的全力以赴 其实从小就受训 如何培养辅佐君王之道的宣灵 会比他更容易得到魁首 圣之不武 叶瑶光对温庭战几眉弄眼 然后用被子捂住自己 睡觉了 温庭战纵容一笑 其实有一句话 他没有告诉叶瑶光 宣家自来是辅佐乱世之君 如果陛下选定了宣灵 岂不是告诉世人他所治下的天下已经大乱 所以需要宣家人辅佐 只要他不是烂泥巴扶不上墙 为了帝王的颜面 宣灵就算全力以赴 陛下也只会选择他 故而 他才直言 这个题目出来 能够赢的 只会是他 第二日休息一日 也没有书院告辞 因为他们都在等最终的结果 叶瑶光和温庭战 倒是迎来了一个客人 就是中州相学世家的家主 意图与温庭战合作 被温庭战婉拒 陶妖永远只属于他的摇摇一人 这世间再不会有人配得上 其实人家也只是来试探一下 毕竟围观者不可经商 只不过知道 温庭战似乎出生贫寒 想着温庭战会不会想做 若是被别人截足先登 对他的影响就会很大 既然温庭战没有这番异象 他自然是放心地离去 很快 比赛结果宣布的这一日便到来 所有人都早早地来到了赛场 学子们都想知晓最终结果 本官也就不再坠言 说着 许元就直接打开了写着魁首的直卷 上面是经上的亲笔手书 赢得此次大赛的魁首乃是 白鹿书院 温庭战 赢了 赢了 我们赢了 白鹿书院的学子都疯狂了 其他书院纷纷表示祝贺 下方的人已经不去关心 他们究竟答了什么 这是陛下亲定的魁首 历来第一次 何等殊荣 看向温庭战的目光都带着敬佩 温庭战缓步走上赛场 许元将和答案送来的奖品 递给了温庭战 竟然是一幅字画 这是由陛下所书 所有人都好奇不已 许元便问 允和 可愿让我等一睹陛下莫保 温庭战非常大方地递给了颁奖的童子 因为是一大幅 两个童子从中间缓缓地展开 四个大金字 齐奥 又 公子 瞬间全场一片哗然 齐奥 出自于 诗经 魏丰 这首饰赞美的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如玉君子 他才华横溢 内有玉秀 荣光绝世 优雅从容 气度沉稳 深藏如水 几乎是将世间所有对男子的赞扬都用上 詹比其傲 绿竹依依 游匪君子 如切如搓 如镯如磨 色息献息 赫息选息 游匪君子 终不可宣息 詹比其傲 绿竹轻轻 游匪君子 冲耳嗅盈 会变如星 色息献息 赫息选息 游匪君子 终不可宣息 詹比其傲 绿竹如则 游匪君子 如今如息 如归如弊 宽息绰息 依众教息 善息血息 不为虐息 他抚清他五剑 文赛结束 从此天下多了一个奇傲公子 陛下玉比清风 温庭站这三个字 从此名扬天下 当天晚上 自然是月禄书院宋山长 和许元主持的最后一场大宴 举凡参加了 文赛的学子都出席 大家恭贺温庭站的同时 也是一种变相的结交 为日后扩展人脉 若有相邦之时 一起今日种种 也便以相求 温庭站带着夜瑶光 萧世锐 还有轩灵 以及月禄书院 去年考试成绩第一的学子 和几位山长 还有许元坐在一桌 席间作为月禄书院 最优秀的学子 又是东道主 自然事先代表书院敬酒 许元和几位山长 都非常的给面子 轩灵因为身体的缘故 以茶代酒也无妨 但是温庭站也以茶代酒 这位学子不干了 齐奥公子 今日可是你大喜之日 虽急不上大小登科 但也总不能连一杯酒 都不愿意喝吧 其实这位学子 是没有什么恶意 也没有什么酸气 就是想要让温庭站喝酒而已 袁同生有所不知 家中未婚妻再三叮嘱 站集冠前不可饮酒 伤身 温庭站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眼